其實當初就是房仲 帶我們來看的時候 我一進來 然後就看到正面牆 我就覺得 真的是很喜歡 就是我本身是一個 超級喜歡灰色的人 進到溫馨的家中 擺設兜照自己喜歡的搭配 客廳中央變成 女兒玩樂的地盤 只是回想起 當初買這間房 也是經歷一番博摺 永和住了五六年之後 我們就開始找房子的時候 永和連中古屋 那種十幾二十年 都要七十萬 然後就是 我們就覺得 那個地點真的不太適合 大概是建好五年之後 我才買這邊 那其實我原本 可以更早的時候就想買 但他就是都 一直跟我說 這裡都賣完了 根本沒有人要試出 那後來好不容易地主戶試出來 為了賣房 挑了很長一段時間 才決定出手 畢竟接踵而來的房貸 將占收入的一半 對北漂族的Alex來說 在新北有一個家 肩上扛起的負擔不小 更有感購物環境 對青年的不友善 我覺得不友善是當然的 因為這個總價就是一直在墊高 就是看不到盡頭 我們出生到現在看的 都是房價一路往上噴 那我們就會造成一個壓力說 我是不是 我要趕快來買 我有壓力 然後我要趕快去借 去欠 然後跟家人 請家人贊助 趕快籌出頭期款來買 到初青年的新生 眼睜睜看著房價持續往上攀 想要一個家只能咬牙 背起沉重房貸 我覺得以雙親家庭來說 就是一個人負責抗房貸 另外一個人 就在扛價你的生活經濟 然後就變成說沒有存錢 那個房子就是你的存錢筒了 不要再想其他的事情 根據聯稱中心的資料 20到35歲的青年族群 2023年平均背負的房貸 數字為862萬元 相較於2014年的578萬元 近10年內是增加了超過280萬元 而進一步觀察青年的購物物率 六都加上新竹這七個縣市當中 除了雙北是沒有超過三成 而最多的則是在高雄達到37.3% 購物率排名 居慣的高雄換算下來 越早房貸2.7萬 越往北走負擔就越大 臺北平均背負房貸一千四百七十萬元 換算要越早超過五萬元 成為七都最苦的駝背族 不過新竹較獨特 平均房貸九百八十四萬 月負三點五萬 壓力僅次於雙北 但購物率卻不減 反而有達到百分之三十五點四 政府也不是無作為 打出住青年買房 去年八月上路的新清安 貸款額度提高至最高一千萬 利率補貼從半碼提升至1.5碼 同時最多延長至四十年 寬限期更從三年變成五年 反應熱絡更為房市溢注買氣 新清安出來之後 我們發現整個市場的房價的部分 整個量能又開始出現一個提升 所以其實有蠻多的年輕人 他到後面覺得就是說 是不是房價又要漲 所以他開始去努力的去籌 所謂的自備款 你用新清安四十年的部分 你五萬都打了六折 每個月只要繳三萬 這會讓很多人覺得說 我的購買力是不是提升了 然後你在購買力覺得提升之外 那你當然就是有可能去買到 更貴的一個產品 根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的數據 去年第三季新增的買房 平均貸款期數305期 比第二季多了10期 換算下來平均貸款年期 超過二十五點四年 也創下統計以來的新高紀錄 再細看最長貸款年期落在南部的高雄 與台南分別為三百四十八期 與三百三十六期 而且計增期數也幾乎並駕齊驅 高雄計增四十六期 台南計增三十五期 在台南高雄因為有一些科技的投資 其實過去幾年的一個房地產的狀況 表現就整個轉趨熱絡 那在這些地方 其實因為它的一個總價 單價來講相對是比較低一點的 所以對於這種首購族群 其實在使用新清安的一個狀況下 其實是相當合適的 因為首購變多了 代三十年其實變多了 所以它整個貸款期數 或者是數量來講的話 都呈現一個增加的一個狀況 為青年購屋彷彿注入一劑強心針 市場弥漫者再不買就更貴的氛圍 宜美的衝進房市 只是拉長房貸 縮小每月負擔 真能減輕壓力嗎 就在開啟房貸人生的同時 也意味著接下來的三十年到四十年 都不能失業 要保證有收入 更要身體健康順利償還 宛如簽下一張四十年的賣生器 就算上安心成家嗎 尤其更可能面臨六十五歲退休後 房貸都還沒還清的總計 對於政策來講的話 是比較偏向扶持去買房子的 並不是說是比較強力打炒房 這樣子的措施 自由買盤的力道其實是很強的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趨勢之下 尤其是台股有兩萬點鐘資金行情 所以目前看起來在政策上 對於房市現階段抑制房價 這種比較有利的措施並沒有 買賣一轉動數 那今年前四個月跟去年同期比 至少都增加了四成左右 的確這個交易量是拉抬非常多 那交易量一旦相對來講比較熱 那價格一定會被抬升 尤其是中低總價 這種首購族的這個產品 我們看到其實價格浮動 其實是比較快的 但鏡頭若轉到日本 在當地十年的臺灣人黃先生 分享和日本妻子在大阪買的房子 花了四百萬日圓 又因為屋林叫舊 裝修費也多達四百萬日圓 但跟住屋相比 他們認為五年後就算回本 近期日圓皮弱 吸引外國人投資 多少也會牽動當地房市 但黃先生觀察 以目前現況 對當地年輕人來說 只要有工作 不至於追不上房價 反觀臺灣漲不停 卻是我們的現況 新勤安 這種所謂的四十年房貸 讓很多人覺得買得起房 但是大家去忽視了 因為其實你的房價在變高 房屋總價在變高 你的負債在大幅度的攀升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就是說 很多的民眾如果沒有用 這種所謂的三十年或四十年的房貸 他其實根本沒有辦法去做一個負擔 這等於算是一個惡性的循環 讓大家扛了過高的一個負債 然後你可能這一代還不完 還到下一代 其實購屋最大障礙點還是在自備款不足 光有利率補貼 治標不治本 讓青年步上漫長的巫奴人生 依舊是那居高不下的臺灣房價 特別的新聞謝謝西里 炎至周園宣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問我們下載TV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